我们今天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台湾环境现况的一些检讨 另外这一部分就会请我们的学委来报告 对于新政府的一些要求 然后我们基本上在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有提出我们的诉求 所以我们会针对电磁波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新的科技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用 但是不知道它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新政府对新科技 要有避险的观念 然后我们对于核能 因为现在温室气体的增加 气候变迁的关系 有许多人提倡核能 那我们也认为核能不能解决温室效应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认为有很多的资讯 我们其实很难取得 所以我们希望有资讯公开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对于大的争议性议题 大家避免用这个政党的角度来看 希望能够公平公开的大家来讨论 最后呢假如一直不能决定的话 我们希望用公平投票的方式解决 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08 我们对于这个全1990的体检 其实大家都很少注意我们的食品安全 我们现在 我们用2006年的资料来看的话 我们用了多少的化学肥料 多少的农药呢 其实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每年吃了50公斤的化学肥料 吃了0.4公斤的农药 我们农药跟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呢 将来我们都会变成科学怪人 垃圾 大家看起来我们的垃圾不落地 现在似乎全台湾都做得还不错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有很大量的工业垃圾 工业废弃物还一直在增加 工业废弃物我们每年有多少呢 每人每年产生700多公斤的工业垃圾 700多公斤 你我每一个人都提出700多公斤的垃圾 再加上家庭垃圾的话 我们每人每年产出1公斤 那我们每年呢 生产的这个有毒废弃物呢 从1999年 1998年 31公斤增加到去年 对不起2006年的 68公斤 所以我们台湾环境到底有改善还是恶化 那我们另外呢 在空气污染的部分呢 我们的二氧化硫的排放 跟氮氧化物的排放 比起过去 我们的最新的资料 对不起 这个最新的资料呢 环毛鼠一直很难拿到 所以我们拿到的资料是2004年的 2004年跟我们上一次比较的时候呢 是减少了氮氧化物跟硫氧化物 的台北市 根据环保联盟的义工调查 台北市的环境的电磁波的背景值 是全台湾最高的 是最高的 那我们不希望在未来的四年 打造台湾的电磁波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们非常的不希望 那在这里我们借由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立法 我们应该赶快订电磁波防护法令 电磁波公害防治法 中国在1988年就已经立法 俄罗斯也是2000年以前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已经立法 那没有立法的国家呢 他们也规范安全的电磁波环境 感谢观看